中国美女嫁给黑人总统后,结果如何?林碧春,有这么一位黑人总统,在任期间赖似残杀,藏匿尸体,强害儿童还吃人肉。你愿意嫁给他?骂显然很多人是不愿意的,可凡事,都有例外今天就来讲讲这个例外。 中国一美女,因是处女被黑人总统看中婚后丈夫,向她提一恶性要求,这位黑人总统,是非洲中非的前总统伯卡萨。 美女是来自中国,台湾的林碧春1968年,伯卡萨访问中国台湾,当她下榻高雄原山大饭店时偶遇,在饭店兼职的林碧春。 伯卡萨对美女林碧春一见清心,十分钟意有意将其娶回国享用林碧春次时18岁原是宜兰县人后迁居高雄,在一家百货公司做专柜小姐。 也有传闻说是,高雄爱河畔的酒家女伯卡萨离开台湾前,向台湾官员表示,要与林碧春结婚回国后,她又召见台湾驻中非大使,再次转达了对林碧春的求婚意愿。 台湾官员知道此事事关重大,立即向代理外交部长沈建宏汇报,沈建宏指导伯卡萨声明狼藉残暴,无比是个畜生,不愿送林碧春入虎口。 于是把电报批给李宾司处理李宾司司长吴文辉,便把伯卡萨的种种残暴行径都告诉了林碧春,并表示完全尊重她的意见。 绝不勉强,因为林碧春家境十分困难,这是又带有很强的政治因素,所以她答应了伯卡萨的求婚友,意思的是伯卡萨对林碧春没有什么别的要求,只希望是处女伯卡萨才对台湾官员说,如果林不是处女那我在台湾再选一个美女成婚。 若不答应我们两国,只能断交了换句话说林碧春,是因为处女才被伯卡萨看中的。 可伯卡萨的要求让台湾外交人员,很是为难,这种话,怎么好去问林小姐呢? 重压之下最终还是硬着头皮。 询问了林碧春的大哥好在,当年的台湾社会还比较保守。 林碧春倒是符合伯卡萨的要求后者得知大喜过望随后,伯卡萨正式向林碧春发出邀请函,让其访问中非议定终身大事林碧春,一到非洲,伯卡萨就和她举行了婚礼。 刚开始林碧春,非常得宠,她要什么伯卡萨给什么,还给她建造了一栋宫殿般的别墅,为了缓解林碧春思念亲人的痛苦。 伯卡萨还把她的凶嫂,弟弟妹妹接过来一起住。 林碧春也争气不到三年,就为伯卡萨生了两个女儿,然而好景不长。 伯卡萨渐渐渐地对林碧春失去了兴趣,转而宠幸罗马尼亚大独裁者及奥塞苏库,赠送的白人美女。 这时伯卡萨黑美女黄美人,白美人,都有了于是林碧春迅速失宠,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伯卡萨几次加上总统府的府邸规矩。 要严格林碧春连上街都不行,处处都有人监视几乎等同于坐牢一次伯卡萨,还向林碧春提了一个恶性的药,求要她把她妹妹林碧云嫁给,自己做老婆姐妹同事一夫谁接受的了。 林碧春当然拒绝了她后来林碧春怕遭伯卡萨报复为了保护妹妹,也为了让自己逃离这个压抑恐惧的的,方便求助台湾大使让大使安排她一家回国大使,对她的遭遇极为同情,但迫于政治原因,只能表示十分为难。 后来大使实在经不住林碧春每日电话催促,他们经过审慎延伤后,尝试以林碧春的口气,给伯卡萨致寒告,以孙香阴妾且患皮肤并急盼休假回台太室亲人并治疗顾及。 伯卡萨还算讲夫妻之情,与林碧春进行一番深切交谈后,准许她一家回台湾条件,是让她留下两个孩子。 随后林碧春一家,于深夜离开中飞赴巴黎转机回台在机场分离时,伯卡萨率众多官员送行,并申请款款地牵着林碧春的手抱着她大哭。 伯卡萨还给林碧春在台湾的银行账户汇了好多钱,音音嘱咐她早日日好归来,喜欢的话多多关注,多多点赞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。 谢谢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,欢迎品读,阅读林文章内容不代表UC平台观点。